家屬焦急的向屋內大喊 因為當時還有家人困在裡面 火警現場黑煙四串 三層樓高的透天措 大火不斷延燒 消防人員緊急噴灑強力水柱 但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在清理火場後發現兩具礁石 裡面還有人嗎 我不曉得啦 消防人員用雲梯車驚險救出 逃亡到頂樓的四位民眾 火勢在一個小時左右 沒有控制住 本來以為已經將所有民眾 都救出火場 但在逐層搜索時 意外在一樓廁所及三樓 都各發現一名男性礁石 今天他來倒三天 倒三天他就想說要創電梯 創電梯 創一下就想打電 其中一樓的死者 因為到店裡棒棒修理鋰電池 不幸葬身火箍 而其實鋰電池本身 就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 若是不當充電 或在高溫高濕的環境 很容易就會導致爆炸 這起火警發生在桃園市永安路 一間三層樓透天的 電動機車材料行倉庫 因為店內堆放許多 易燃油料 導致火勢不斷猛烈的 向上延燒 怎麼也沒想到 維修鋰電池起火 竟然亮成兩死悲劇 借黃竹花 曾雨晴 桃園 採訪不到 這部很難充電池 超 pattern 蠻難充電池